Hello, 大家好, 我是白冰 首先, 多謝大家的支持 小弟這個頻道終於有 30 萬訂閱了 好, 開心完 超加工食品, Ultra Processed Fruit 這個名詞 在近年越來越受關注 除了有研究發現 超加工食品跟超過 30 種健康狀況有關 包括患癌, 癡肥, 心臟病, 糖尿病和其他代謝疾病 最重要的是, 超加工食品會直接導致患癌年輕化 就以這段影片, 頭半部分小弟會說一些大家可能已經知道的東西 例如什麼是超加工食品和超加工食品有多不好 後半段, 我就會從經濟角度分析 商家們當然也知道, 落添加劑對大家身體不好 但是, 他們又和大家無仇無怨 又未知瘋到會立心想毒死大家 那他都是求財 在求財方面, 這些超加工食品 如果不超加工的話, 成本會上升多少呢? 這段影片, 就會一次跟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 超加工食品和加工食品的分別是 加工食品即是以鹽水浸製的罐頭蔬菜 或者以油風泉的罐頭魚等等 其實問題不大 都可以是又健康又有營養的 但是, 超加工食品通常透過工業生產程序製造 並且加入正常烹調時不常用的成分或各種添加劑 例如, 真味劑、色素、魚化劑、人造甜味劑、香料和防腐劑等等 超加工食品的例子就包括 午餐肉、汽水、薯片、曲奇、即食麵、急凍薄餅 甚至是部份的即食餐、穀物早餐、粉狀的即蔥湯 以及大量生產的麵包等等 小弟老祖就叫大家不要食物皮和麵包了 真是沒有腦點的 目前, 美國人日常進食的食物 據報近75%都是超加工食品 直至與超過30種健康狀況有關 包括結腸癌、直腸癌和胰臟癌 也會導致癡肥, 會大大增加患癌的風險 此外, 亦可引致心臟病、糖尿病和其他代謝疾病 而且, 近年在英美等西方國家患癌年輕化 成為廣泛注意的問題 有腫瘤專家, 北卡羅來納州腫瘤學家, 迪維托 在醫療新聞網站Stat News 撰文指出 他和他們同事近年診斷的癌症、新症 都是45歲或以下的人士 而年輕患癌症的生活習慣 他們都有一大共通點 除了不能說的是因為打了E-mail 之外 就是因為超加工食品 根據統計, 即使在有近年之E-mail 之前 自1990年到2019年間 全球年輕癌患者病例增加了79% 死亡人數上升了28% 所以如果你問我 吃堅壞些還是吃超加工食品大鑊些 都真是可以說是不相伯仲 而且現在的超加工食品是缺乏監管 甚至可以說官方部門閉眼開閉眼閉 所以不少的TD添加劑或超加工食品 都普遍被視為安全 然後大量流入食物系統裡面 但還怎樣分辨超加工食品是不是有害呢? 這段影片就用午餐肉來做例子 我們先去超市看看市面上的午餐肉有什麼在裡面 交給外景同事 Hello, 又是我外景同事 現在跟大家看看超市的午餐肉是怎樣的 這個是常見的 E621 避精 E407 珍酬劑 酸度調節劑 抗氧化劑 抗氧化劑 防腐劑 香料提取物 穩定劑 韓國產品 韓國產品比較好 E245 E407 E450 E620 E250 還有一個優惠 E2500 大家看到好像重複都是那些的 貼價債優 2621 E250 E316 E407 這幾個重複率很高 這個 這是什麼? 黑毛豬 黑毛豬 黑毛豬最多的東西 都是那些 E451i E407 它特別多 E301 E250 交給廠的同事跟大家說一下 剛剛這些是什麼 在這裡簡單說一下這些密碼是什麼 E250 就是硝酸鹽 公道說一句 硝酸鹽來說 很多大自然的食物本身都有 肉類本身有 有些蔬菜也有 不過天然和添加下去本身已經有不同 而硝酸鹽既可以防腐 又可以殺菌 又有美精的味道 還會令肉變得粉紅 正所謂粉紅色的梅頭 現在就不用可以不可求 放兩滴就一定有 不是怎樣做到 灌顧午餐肉的顏色都一樣 還要是這麼拼的呢? 而有沒有害呢? 就看過量的 小大平時買開所謂貴一點的煙肉 它們都有 不過買一些貴一點的 它就放少一點 然後可食用的日期 就又短一點 詳情大家可以看看 馬田在半年前做午餐肉的影片 他在模仿市面上午餐肉的時候 也有放到 看完他的影片 就會知道那些化學東西有多厲害 你就知道這個東西的用量 是要極度小心的 因為它已經倍大了 像N那麼多倍了 做一罐這個 要用多少醃漬鹽呢? 是用0.5瓶的醃漬鹽而已 而詳情關於硝酸鹽、致癌和點致癌呢? 就很完後續再說 第二種大家看到的是E621 是谷安酸 即是微精 微精有多差多糟糕呢? 就看這條影片吧 簡單說就會影響你情緒 不會令大家肥 E316是抗氧化劑 也即是二抗壞血酸 有些可能會加維他命C 不過大家不要誤會 維他命C不是被你吸收的 而是為了減少上面E250瓦硝酸鹽的一種致癌代謝物 硝酸胺的新成而加下去 因為瓦硝酸鹽落得太多 就真的會中毒 還有它的新成物 硝酸胺呢 就真的是致癌物來的 所以就會加回這些抗氧化劑下去 令到它少些產生 另外E450三個I是水分保持劑 E451I是腰化劑 這兩種主要都是用來保持食品的水分 同時還有提高產品的穩定性、改善食品形態、風味、色澤等等的作用 而肉正常來說 經凍結、冷藏、解凍、加熱等等的加工程序 會失去一定的水分 令到肉的質地變硬 但是午餐肉也有現在的這個肉質 而不是好像平時的肉餅那麼粗糙 是因為加了澱粉 而上面提到的這兩種添加劑 就是專用在那些肉與澱粉類的加工 而且應用非常廣泛 另外E407珍稠劑 也就是鹿角菜膠 有些東西叫卡拉膠 這件事你之前在雪糕真相的影片講過了 簡單說它除了可以改變質地 也能夠令到食物在微淚上停留更長的時間 令我們感覺到很好吃 如果鹿角菜膠是很傷我們的腸胃 以及是狐自然 詳情大家可以看雪糕真相這條影片 而為什麼午餐肉要用珍稠劑 是因為其實肉是很貴的 除了像上面那樣加澱粉之外 還要口感又要不粗 又要又彈又滑 就是要加鹿角菜膠 大家可能會問 不加那麼多添加劑是不行的嗎 可以 但如果連被人罵到上天花板的腸仔這些 它都有防腐劑 至少還要放在雪櫃裡賣 背後的含意即是它加的防腐劑 未多到頂得住在室溫會大量增加的菌 那現在可以放常溫 還可以放幾年的午餐肉 你要它不加那麼多添加劑 即是起碼需要更嚴格的管控 重設冷藏設備 以及改動製造流程 還要它少加添加劑 那它的樣子就沒有那麼粉紅 你又會不會不買呢 都還未算 若然要遵從傳統方式製作火腿 香腸這些 就必須要選擇有年紀的加速 原因是要確保肌肉裡面 要包含得夠多的肌紅蛋白 這樣才能獲取到能夠滿足大家的視覺效果的粉紅色肉 所以如果加了添加劑的話 你就可以採用一些較年輕 而且較少運動的豬仔 簡單來說就是那些現代工業法的農場豬 這樣說大家可能都未必了解得那麼清楚 跟大家計算一下數 根據馬田那條片 一罐午餐肉的成分 其實99%的錢都是拿去賣200g 即是大約四兩的梅頭肉 街市價度度不同 大約二十多元到三十多元左右 當然 吃午餐肉就不會在街市買豬肉 我當批發價半價好未 前提大家要知道 豬肉當是整隻豬拿回來的 所以如果你只要豬的某部位 就沒有得很便宜 再當你生產大量的午餐肉 一噸噸賣便宜 便宜一點了 15元就買到200g 大家在超市買多一股午餐肉 通常二十多元 就當最便宜20元 那是不是他賺5元呢 當然不是啦 大家要知道 超市是會收你上架費 那件貨由來源地來到香港 再去到超市的大貨倉 再去到你買東西的那間超市 這三鑽運輸的錢 批發的人又要賺 製作午餐肉的人都要賺 包裝packing又要錢 到最後大家覺得豬肉要多少錢呢 給個簡單的概念大家 業內人士提供的數據 CALSAI上面提到的這些所有開支 一件在超市那裏 到你手給你買到的那個價 如果要30元的話 它的食材成本不會多過5元 也就是說 如果我均均真真地買夠正常的豬肉 四兩要15元的話 即是過午餐肉 就要賣你90元 還要喔 如果你放少些防腐劑 少些而已 就要放雪櫃 運輸又要用凍車運 又貴些啦 全倉又要用凍倉又貴些 零售放雪櫃又貴些 一罐小防腐劑 小宅不是沒有的 的午餐肉 就要賣過100元 而世絲極恐的是 如果反過來想 能夠20元就賣到午餐肉給你的話 那塊豬肉 是什麼豬肉來的呢? 戴回頭盔 以下的內容不適用於任何牌子的午餐肉 因為我不知道他們用什麼豬肉 我是純粹舉個例子 說說有些不知名的人士是這麼做的 絕對沒有答應任何牌子 戴完頭盔 有些人呢 是會用病死了的豬肉的 我們平時買的豬肉 就叫做生湯 病死的呢 就不值錢的 喂 有什麼牛肉很划的 有需要就打這個電話 那你做午餐肉就適合了 都搞難了 你又怎麼會分到呢? 而又就是因為要用病死的豬肉 就自不然要用更多的防腐劑和微精 這樣就可以3-4元就買到200克的豬肉 又有人可能會問 那這些化學東西不用錢嗎? 其實大家平時自己煮東西 是不會知道這些添加劑是多錢的 不過有互聯網大家就可以知道 只要上1688.com就會找到 那些殘體字 之後呢 我們就第一個 我們搜尋一下這個 E250 這個硝酸鹽 對了 硝酸鹽 看看多少錢 135元一公斤 好 之後呢 我們又搜尋一下 鹿角菜膠 你們卡拉膠嗎? 喔 包裝規格 120元1kg 然後呢 我們搜尋一下這個 蟑鱗酸鹽 還便宜16元 16元1kg 大家看到了 真的這麼便宜 要用多少閹殖鹽呢? 是用0.5g的閹殖鹽而已 就算了 不搜尋下去了 太恐怖了 那這些是添加劑 看完價錢都可以知道 可以是近乎不用錢地放下去 每個五餐肉呢 真的是審兩審而已 是放很少的 一gram都不用 然後本身一件 要賣100元冰住給你的五餐肉 就可以減到20元 然後在常溫呢 到期日是幾年後呢 這樣賣給大家了 所以有人問過我們 為什麼我們原液的飲料 要三十幾元 大家現在明白了 我們的檸檬花其心 是真的檸檬加花其心的 沒有加其他東西的 那又加水的 而且 我們那些是蒸餾出來的 所以如果用防腐劑加香精的話 賣你8元支 不用你冷卻的又怎麼說呢? 那為什麼都要8元? 就是水和膠樽和黃費要錢 不過用香精 檸檬加花其心的味 就不是不行的 不過呢 就不會像現在這樣 除了好飲 就是喝完之後 睡得好像死了 真的可以說是天然安眠藥 影片到最後 講到五親肉 比賽是我們的 我們會這樣煮 西班牙醬果豬排骨 瑤柱花膠汁 嘩,這麼大塊的花膠 不如我吃吧 這些花膠 好,這些就是西班牙醬果豬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切出來的 這些就是肉 這些就是肉 骨頭 做出了肥膏 我們稍後會拿去剁 肉 就是打造肉餅 骨頭 骨頭也不會浪費 骨頭就是會用來熬湯 然後再加到剛剛的 花膠和乾瑤柱 那裏 就咬整個 湯 再加到肉餅 再加上48個月的熱巴力套 然後把它打成肉醬 然後再加上 剛才的花膠和乾瑤柱 湯 加進去 真是晶瑩突透的鹹蛋 先放一半 再加 聽到背後有 小鳥叫聲 會怎樣想 搞定 搞定 看完是不是很想吃呢 今集片最後快賣廣告 我們接下來在中秋 會推出中秋福袋 去年僅限會員的中秋福袋 就過了個有尊嚴的中秋 和大家入靚肉來炎燒 今年我們玩隻燒 不用會員都買得 我們會事先把所有食物慢煮 例如會慢煮熟成草治牛 炭汁豬扒 賦予羊架等等 然後煮完之後 Frozen住去到大家手 大家只要用熱水浸熱 再用火槍燒一燒就能吃 就可以了 至於上面的豪華團晚餐肉 每晚會一千塊就會送給大家 不切零售 之後都不會再買 這條影片快到這裡 會員後續會跟大家說一下 蕭酸鹽和蕭酸鹽之癌的問題 還有最重要是 上面說到那些食物添加劑這麼恐怖 為什麼食安會沒有理會過呢 更甚者是 可能是一些我在正片上 不能夠和大家表達的真相 到底會是這條會員後續的精華呢 有得看 五元美金就看到了 喜歡我們的幾片 不妨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鈴鐺 我們同星期四出片 星期二可能有片 星期五日晚九點鐘 會在YouTube上播放的時食物政治 希望到時候可以給大家 我們已經開始了我的皮床會員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見